Santa Rosa社区大学是由教职员工、学生和毕业生共同组成的高等院校。 该校是由八位教师和十九名学生在1918年创建于加利福尼亚的索罗马县。 一场大火烧毁了该校和Santa Rosa高中共用的教学楼, 迫使该校不得不在十四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授课, 直到四年以后才建立了新的校址。 该校在Mandosino大街接受四十亩地, 于1931年首次建立了自己的新校舍, 在该校的历史上立下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这四十亩地是由原艺家Luther Burbank以前种过树的。 有学校理事会成员组成的稳定的领导班子, 一直在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该校自进校以来的九十五年中, 先后只有五名校长。 他们依次是Floyd Bailey, Randolph Newman, Roy Mickelson, Robert Aguilar, 和现在的Frank Chong 校长。 SRJC是全国最大的社区大学之一。 我们的市场营销受学科拥有非常广泛的学生来源, 一名以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旁边坐着一名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在我的课堂里会同时见到律师、工程师、高中生、会机和学时尚专业的学生。 有的学生来这里是为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然后转到四年制的大学。 有的学生是为了学习一种特别的技能, 以便于帮助他们升职或转行。 他们年龄最小的也就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 则在这里追寻他们的生活目标。 对他们来说,我们好像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帮他们指引学习的方向。 SRJC在Petaluma分校和Windsor的公众安全培训中心提供更广泛的学习科目。 我们学校的急救和消防科目令人难以自信地集中而准确地培养专门人才。 他们是由本社区极受尊敬的人物授课, 所以学生在学习结束后相对很容易就业。 在凶农场,学生们学习绿色农业、葡萄栽培和自然资源管理。 我喜欢SRJC的是它教学中的实地动手实践的部分。 我们常常在这里的凶农场实习, 这是我们当年学习时缺少的部分。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学生可以在这里的农场学习并实习。 每当把他们带到葡萄园的时候,他们都快乐疯了。 我最喜欢的是在SRJC的学习是实地实习的机会。 我们现在正在这里检验葡萄纳。 没有多少学校教授葡萄栽培和酿造学, 所以这里才是我们当地真正的社区大学。 SRJC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和严谨的教学态度, 以及教职员工过硬的专业知识和积极的工作乐情而闻名。 当我教学的时候,我总是挑选学生能理解的, 比如问他们一些问题, 就他们学习的资料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 当我讲解和举例的时候, 他们会联系到我他们所学的知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授业解惑的地方, 学生非常多元化,我很欣赏这一点。 这里的教职员工都互助互爱, 团结合作,教学环境也十分优美。 所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该校最大的学科是护士、数学和英文。 尽职的教职员工会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生生活和教学环境, 选科注册,以及如何获得奖学金等等。 SRJC的教师正在指导未来的医护工作者, 汽车技工和高科技企业家。 我们很会继续和JC合作, 我一定会推荐其他商业伙伴来这里合作, 因为他们也会和JC建立互助互惠的关系。 把握住适当的学习机会, 他们不仅可以支持社区发展, 而且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员工一起成长、发展。 该所院校以当地的纳税人赞助的崭新的教学楼和美丽的校园而闻名, 他们既明白培养学生的重要性, 又懂得开启未来的发展机会。 该校学生积极鼓励学生做义工, 并对他们对社区的贡献和奖励合理的学分。 学牙科的学生常常会为费不起医疗费的穷人提供低价的服务。 学习幼教的学生可以在我们的幼儿园实习工作锻炼成长。 SRJC给退伍军人提供一个优良的学习机会。 我们有专门的部门, 配有几位友好专业的工作人员, 帮助你一步一步地完成你的学习历程。 SRJC与Sonoma县的居民们分享体育、演讲、美术展览和天文馆。 我们的戏剧表演专业很有名气, 我们这里对外开放的咖啡厅和面包店 都是由本校专门为酒香培养的未来的厨师们经营的。 我们与横化Sonoma和Napa县的Pepperware自然保护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习生物和社区发展的学生们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然保护区学习。 大家好, 现在你们已经对我们学校有了一定的了解。 接下来我邀请你们来这里看看, 亲自体验一下。 我想你会觉得Santa Rosa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区。 您会亲身体验这里的艺术、体育、文物。 我们Santa Rosa这里是应有尽有。 详细资料请上网到3w.santa rosa.edu。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Państwo, 明不见不见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